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罗千竹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率领中国代表团访美 展开第二轮贸易谈判之际 今天上午中国商务部发出公告 决定终止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高粮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这是否代表中国退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中国商务部公告指出 调查机关收到大量下游用户反应 认为案件调查将会提高下游养殖业成本 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高粮 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影响广大消费者生活成本 不符合公共利益 另外调查机关发现 近期中国猪肉价格持续下降 许多养殖户生剂面临困难 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高粮 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不符合公共利益 因此决定终止调查 并且如数退还公告征收的 反倾销临时保证金 中国商务部于今年2月4号发布公告 决定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高粮 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力案调查 随后于4月18日起 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反倾销是进口国对出口国 采取反制的作为 在刘鹤访美进行第二轮贸易磋商之前 川普为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心通讯 说情要求商务部研究 是否有替代的方案 为遭美国陈储禁售令 长达7年的中心解围 当时便有外媒报导 中国可能取消4月起 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关税 另外美国半导体大厂高通 并购荷兰恩智浦半导体一案 也可能获得北京加速放行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 这里报导